我們對惠民服務又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這要非常謝謝我們廖元黨的用心 積極的籌備 會克服我們離島一些交通的不便 以及距離的困難 讓我們所有的鄉親都可以得到 一個很好的法律服務 那我想對於法律的服務 對於所有鄉親來說都是必要的 這個時間不僅僅跟我們四鄉五島的鄉親所建立這個視訊服務 也把我們旅台同鄉會在桃園的會所建立這樣子的一個視訊服務 讓我們鄉親可以克服距離的困難 克服交通的困難 有任何法律的需求 可以尋求這個服務跟協助 配合這個司法院的政策 那我們盡量要克服所謂的天后 那以及我們離島的交通不便 那我們連江地院在想說 我們能特別為鄉親再多做些什麼 那剛好這個劉縣長有特別提到 我們這個旅台的鄉親的會所剛好是 也是我們縣政府所購置的 那我就聯想到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服務延伸到我們旅台的這個鄉親 我們也跟旅台的同鄉會設置了一個諮詢的一個點 那以服務鄉親作為我們最大的宗旨 另外我們為了避免這個鄉親 因為馬祖在特別設律師事務所的其實是沒有的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透過法國基金會的遠距的一個服務 那跟法國基金會做了一個密切的合作 那由法國基金會可以提供更完善的一個法律的諮詢服務 所以我們也跟其他法院做了一個不同的一個決定 大概是由法徒來彌補我們 關於這個法律實體的諮詢的一個服務 幫我問候一下林里中理事長 就是幫我問候他 另外真的要請理事長還有胡彰會的各位理監事 把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跟我們鄉親報告讓他們知道 未來有任何訴訟的問題 甚至以前都要坐飛機回來馬祖 或者是有任何譬如說土地的問題等等 現在就可以利用這個系統 不願走車勞盾 也不願擔心船或者是飛機飛不飛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協助 我想非常謝謝料理人他們的用心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希望你帶我們跟鄉親人報告 然後透過各種活動讓大家知道 謝謝你 謝謝 有一些的詐騙 特別是一些傳票的確認 那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個的機制 那來向我們法院端來做確認的一個真偉 來向我們法院端來做確認的一個真偉 那這邊再麻煩這個理事長 再多幫我們宣導一下 來吧